传说中的生物也随之出现 这一场突破种族的相遇究竟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上天的安排 传说中的不老权又是否真的能让人恢复青春 大家好,我是柯达电影 欢迎收看本期走进未知系列节目之 骄人的传说 在古老的民间传说里一直流传着一种神秘生物的故事 传闻他们鱼尾人参在水中来去自如 能够滴泪成猪 对于这种生物的记载最早起源于近代 搜神记中称 南海之外有骄人水居如鱼 而在山海经北山经中 也有过其中多人鱼四族 其阴如鹰时之无痴的描述 就连杜甫也曾写下过 《神女花殿落骄人支柱碑》的诗句 甚至在世界各地都有关于这种神秘生物的传说 比如西方的人鱼 日本的河童 以及北欧神话中的塞人 虽然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是如此的巨大 但是对于骄人的描述 却是惊人的相似 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是不是在某个时期真的有这么一群人身与伪的生物 就生活在大家无法得知的深海里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因为蓬莱仙岛再次献世 皇帝便派出了东厂的高公公和锦衣卫乘着一艘大船 去岛上寻找那传说中能活死人肉白骨的不老神泉 只不过传说太过缥缈 他们在猛烈的风暴之中迷失了方向 就连整艘大船都被一头体型庞大的蛟龙所掀翻 锦衣卫首领严烈也掉进了海中 正要落入蛟口之时 他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半人半鱼的身影 阻挡在了凶兽之间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看清全貌 他就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好的躺在了岸边 正是传说中的娇人救了他一命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娇人不但有着轻力的容颜 还能学习各种语言 片刻之后就已经能够和人正常交流 他自称西阴是来自海中的娇人一族 而高公公等人也活了下来 轻易的就从善良天真的西阴口中 套出了不老泉的所在 只不过那泉水已经被蛟龙所霸占了 但是黄命难为 众人只能再次启程 一路上遇到了无数凶险 这蓬莱仙岛上的各种神奇事物都透露着一股凶利之气 不但看似无害的动物凶猛无比 就连平静的树林里也暗藏杀鸡 可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磨难之后 共同进退的新阴和炎烈却越走越近 渐渐的萌生了情愫 当又一次逃过蛟龙的袭击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藏有泉水的山洞 在这里遇到了世代守护不老泉的花面一族 幸好花面族把蛟人奉为神明 一场凶险就此化解 众人也受到了隆重的款待 只可惜他们再次失算 花面族根本就不相信 除了蛟人以外的任何生物 在把他们灌醉之后 竟然痛下杀手 还把剩下的人绑在了不老泉边 打算作为蛟龙的祭品 半夜时分 那头凶猛的蛟龙就随着夜色出现了 大敌当前 他们该如何逃出生天 传说中能活死人肉白骨的不老泉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西英和炎烈这一场可歌可泣的人鱼 虐恋究竟能不能走到最后 敬请收看东海人鱼传